来 八号颜悦 刚才对于那个齐浩的话 绝对得反驳你一句 我感觉就是 后天搞个双眼皮啥的 你说也没弄脸 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最小的一个围整 我感觉很正常 追求完美 就是说你喜欢小火哥双眼皮 是吧 那你就看我这双眼皮好不好看吧 你的意思你那也是搞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小火你别看他支持你心里 你不要觉得暖暖的 他支持你 他同意你割双眼皮 是因为他也割了双眼皮 如果他垫了个下巴 他也会同意你垫个下巴 如果他龙共凶啥的 他也会同意你去那个什么 这个就不用了 我感觉就是说 人追求美丽是无中止的 就是说很自然这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说看你想法的观念怎么想 好 好 来 许多好 许多姐 问那个就是关于整形这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天结婚了 爸爸跟刘德华似的 妈妈跟张柏芝似的 生出孩子 要是跟赵本山似的 怎么整的 是 我估计再次也不能 笑着眼儿的孩子那样吧 不是 你让这个爸爸怎么看 你让隔壁老王怎么看这是 就是这个东西吧 你已经彻底从老王变成隔壁老王了 是吗 这个头衔真不敢当啊 那个老公啊 快点解释这事 不关隔壁老王的事 我感觉啊 就是说 可以整 但是可以微整 不是那么太大的 咱们现在社会 就是说 出门的话 第一看的可能是脸 第二的看的就是说 那个进一步了解 所以说女人一定要注重保养 尤其像那种有的就是说 应可就是买那个几千块钱手机 美图手机 然后各种批啊怎么怎么地的 我感觉就那种钱的话 还不如就是 放在就是实时机器的 放在就是自己脸上 或者是保养上 我感觉这种挺好的 你说你小股还没有对馅呢 人家美美咋的了 也不熟熟流光水滑的 谁能给你出几馅 说你们爸爸吧 谢谢谢谢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就是你可以随便抹 随便化 使得越飞越好 你知不知道我卖啥的啊 我就知道你是干个体生意的 就是在公众 你家卖化妆品的 专业男生互服 回头你上公众平台找我 天天发朋友圈 想买啥给你打折 没事你可就是用 使这是抹 使这是擦才好的 谢谢周姐 开玩笑啊 刚才都是一些开玩笑 我就感觉吧 现在男生化妆保养 是属于正常的 所以说大家吧 虽然把我灯灭了 没啥权力扒扒 那我得说 听着小伙伙说两句话 别紧张 你说人家小伙注重保养 怕老那有啥的呢 所以说你们别老抨击 你来找对象都好好的 这是我的客户 再次感谢周哥 这一伙公众变你客户了 来看第二个短片 我们接着来 我以后找对象呢 我们找个性格好的 你说话像秘密那样的 笑起来非常甜 如果你性格好 脸长得稍微差点 我也能接受 如果谈上要给我留头 那最后的女孩 你不用看我 一种人显得到底是谁 因为我当时看的只是脸 如果我能跟你牵手 肯定是你的性格吸引了我 如果谈到药材力的问题的话 对不起 一顿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药材力的女孩 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呢是 要拨完钱的 第二种是 离婚有保障型的 第三种是跟风型的 别人要我也要 为什么归纳为三种呢 我现场告诉你为什么 大家好 刘娇 我想问问小伙 那个三种是为什么呀 你跟我说说呗 刘娇会觉得 你是觉得认同这三种 还是不认同 我不认同啊 我 我就属于后两种 结合了 后两种分别是 一个是面子 一个是 那个就是 为了离婚有保障 那个 谁也保证不了过一辈子 你能保证就是 我现场哪个女嘉宾 或者以后谈恋爱 我就一生一世爱你 我就不给你离婚 就我就是心意不在你这儿 我就不给你离婚吗 能吗 那你结婚之前 你是为了离婚去解的呀 我没有啊 那你为啥非得说我啊 万一我给你离婚了大地呢 你为什么不想 我一定会跟你过到天长地久呢 但是你谁能保证 就是结婚以后 就是永远就是说 我跟你一起过到头 你要彩礼 那我就想 我就给你二十万彩礼 我家没车没房 我就给你彩礼了 然后大家出去租房住 行行 我先用这二十万 我先就是贷款 有一个买一个房子 完了再剩下的钱 完了去做买卖 钱占钱 但是呢我有房子 但是我感觉就是 刘娇这样的 就不适合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她就是 把后路都想好了 就是说 我感觉这种女生 就不适合结婚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前面你明明预感 就是乌云密布 你说你干嘛 还往那去呢 就是身边朋友 都是这种例子吧 我有点害怕了 自己走自己的路 爱情就是一场冒险的旅行 你要不怕受伤害 上车来 但是这趟车退不了票 现在场上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接下来小伙子 翻转环节 爱咋咋地 我选择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没有就是说 演员没到位吧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是你的演员没到位 还是她对你的演员没到位 我感觉就是说 女孩灯都灭了 就是我没有再必要 争取下一步了 演员电子送给你 谢谢 加油 掌声送给她